嗨 今天呢我们就上了 Zither老师的star and color的那个课程 真的是奏益良多 然后呢 我们想要跟你分享些什么呢 来我们由我们学历开始 好 如果你要from nobody 变成somebody的话 还是你要from 土豹子变成fashionista 时尚潮人的话 那你就一定要上 顺德老师的star and color的class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上了这个课的过后 你就可以学到personally test 你可以对你自己的个人风格做一个测试 这样你就可以了解你自己的star 你的自己的风格 过后老师也有教我们 关于很多颜色 color的认知 所以当你配衣服配颜色的话 配到五颜六色啊 紫色啊 那可能你真的是要考虑上这个课程哦 是的 然后呢 你有没有发觉到呢 平时你穿着 可能一下子突然都不搭的时候呢 会有人给你一些异样的眼光 而且呢 你的脸色 你脸色会变得暗淡无光 还有甚至苍白的 所以呢 然后呢 就是我们去买衣服 或者选择适合我们的衣服的时候呢 有没有发觉到你进到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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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人扔掉 根本没有方向 对吗 所以呢我们就问一下我们 Amber 你觉得你上了这个课之后 是不是解决了你很多问题呢 对 有句话说 人靠衣装 佛靠金装 那么呢 朋友们 今天呢我在这里绝对是收获良多 那么我学习到 以后呢 我适合穿怎么样的颜色 因为我是属于暖色系的 那么呢 我也更加了解我自己是属于怎么样的风格 那么以后就不会去胡乱尝试其他不适合我的风格 嗯 对的 所以呢 选择你适合的风格 直接去 进去到那个Buddy里面呢 你就知道你想要买的是什么了 对吗 然后呢 就是Wendy 最后呢 你要给一个怎么样的总结呢 所以呢 假如你们要知道你们的image跟style and color 就上自认老师的课程 你还在等什么呢 快点来报名 我们等你哦 耶